就算是加了个云南风味的大盘鸡 走到哪还是新疆味呢 简易版大盘鸡 出过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贤君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大理而海边的海景房 这里的窗景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窗景 位于大理下关附近的而海海景房 窗景非常的漂亮 可谓是面朝而海 春暖花开啊 所以我在想 如果在这样漂亮的海景房里做上一顿饭 感觉应该非常不错吧 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今天料不太齐 我们就做个简易版的新疆大盘鸡 融合了些许云南风味 还有蜡爆小公鸡的做法 我们现在就简单的切一下这个鸡块 没买到整齐就买了一些 因为住在民宿里嘛 买了一点鸡生肉和鸡翅 中间化一下 这样子腌起来会比较多 出到很多东西 随便的 现在我们准备开始腌下这个鸡块和鸡翅 花椒粉 13香 1.69 春秋 然后用干净的小手把满均匀 这两天在云南这边吃到了一个永平的黄鸣鸡 感觉不错 今天我结合了一些其中的一些做法 转换均匀 腌制个二三分钟就可以了 土豆切成小块或者是切成片 切些松姜蒜还有辣椒 今天我选择的是辣一些的辣椒 锅烧热了吧 一定要烧干 然后倒入油 放上个20克的冰糖 炒一个糖水 现在这个糖垫在了 我们放鸡块油会崩了 先把这个鸡块炒到水分基本收干 把颜色给它上上去 放一点我今天买的是一个云南当地的一个 这个土豆酱 再放一点炒肉酱吧 姜跟葱 感觉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稍微给它加点热水 炖一炖 今天不是土鸡比较好熟 比较好入味 我们就赶快放土豆 把土豆停泊 可以传下这个汤汁 如果稍微淡的话 加一点生抽 我们盖上锅外 搅火炖到把这个土豆炖准 现在这个汤汁收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要准备收尾 再放点葱 来点蒜 两种尖椒 来让一些 好了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就算是加了点云南风味的大班机 这个碗不一定沉得下 有凝素力吧 也没准备太多的厨具 这碗是好香的 好软 成像头 它这么一点点就装掉了 我那些碗 上小了一些 不太适合我们新疆人吃饭 简易版大盘鸡 出锅 箱子嘞 除了大盘鸡 我还做了一道番茄炒蛋 和剁椒炒黄瓜 今天我们菜品也比较丰富 加了一些水果米糕 天色一碗 但是坐在这里吃感觉还是非常不错 外面就是尔海 这里是我第一次了 就是坐在海旁边吃了 虽然现在已经黑了 但是我心中有大海 啊 这两天还尔海 因为线管是比较长 还是比较累的 今天 咱俩做到饭 清咸一下 休息一下 番茄炒蛋 家常味的 非常清香 用的是本地的土鸡蛋 这次大盘鸡 虽然是简易版的 做法不难 但是土豆和鸡块 都敬满了鲜香浓郁的汤汁 剁椒和尖椒的融入 使其辣感迅速提升 过瘾啊 其实有点偏大盘鸡的口感了 但是又带了一点 淡淡的云南的黄蜂鸡的感觉 感觉这个拌的面不错 但今天没有准备面 因为有鲜辣口感 因为我放一些云南本地的剁椒酱 这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 当地的水果 青枣 草莓 米糕 鲜花饼 鲜花饼非常值得推荐 它里面是鲜花 它的表皮可以分很多种味道 玫瑰的 对 玫瑰花 淡淡的清香感 清香小火炒菜分量就是比较多 炸实 小伙伴们你们最喜欢大理的哪个方面 是风景 人文 还是美食呢 欢迎在弹幕走一波 看着外面的码头 虽然天有点黑 因为我们在这个二七楼上和视野也是比较好 今天淡淡 一日三餐 我们下期更加的精彩 杨洛媛 你感觉这三个我今天做的菜里哪个最合你的口味 这个 就是像这个简易大盘机的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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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